虽说冬天即将过去 但是 在广东的小盟军表示 广东现在是春夏秋冬随机播放 一切看老天爷的心情 小盟军就特别喜欢冬天 对雪橇犬更是爱到不行 所以 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九种 是和冬天不怕冷的狗狗 分工各不相同 但是都非常强大 1.阿拉斯加雪橇犬 阿拉斯加雪橇犬是一种大型雪橇犬 用于在冰冻的北极地区运输重型货物 虽然这些狗狗中的许多狗狗 在今天仍然是当雪橇犬一样工作 但也越来越多的狗狗 是去参加雪橇犬比赛的 是雪橇运动和自行车运动等 体育运动的快乐参与者 阿拉斯加雪橇犬非常善于与人交往 在家中表现也是非常活跃的 2.西伯利亚雪橇犬 西伯利亚雪橇犬是北方品种 也用于拉雪橇 这些狗狗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恶劣气候 但它们似乎很喜欢这种寒冷的气温 它是其它们非常活跃 需要很大的运动量 但对人也有善热情聪明 3.秋田 秋田是日本的一种品种 最初用作猎犬 它们有非常厚的双层外套 有助于在日本冬季中抗寒 该品种非常活跃 适合经验丰富的劳差史冠 它们非常忠诚 但同时也非常警惕 一直会处于保护主人状态 同时对其它动物也有攻击性 4.博尔尼山犬 博尔尼山犬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大型犬种 最初是作为通用农场狗 它们的身材和工作的热情 使它们成为优秀的吃草动物 该品种对家人和陌生人都是善良和温顺的 可以与孩子们相处融洽 同时它们运动量也比较大 需要充足的运动消耗精力 5.大白熊犬 大白熊犬是来自碧里牛斯山脉的大型家畜监护犬 它们有厚厚的皮外套 以支撑它们抵抗严酷的整个冬天 它们是强大而温和的狗狗 再作为成年人和各年龄段儿童的亲人特别适合 6.圣伯纳犬 圣伯纳犬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西部的大型工作犬 该品种温顺 致力于勤勤恳恳的工作 它们是以高山救援而闻名 负责在雪崩后发现埋在雪下的人 而为了完成这项工作 它们需要能够在非常寒冷的天气中长时间工作 7.纽芬兰犬 纽芬兰犬来自加拿大 以其出色的水上救援能力而闻名 该品种具有非常厚的防水涂层 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冻结的加拿大水域的侵害 它们是非常温和的狗 是成人和儿童的绝佳伴侣 8.萨摩耶 萨摩耶犬是一种俄罗斯品种 最初用于放牧巡鹿和拉车和雪橇 它们是非常活跃和聪明的狗 在各种狗狗运动方面表现都出色 但最重要的是 它们成为了很棒的家庭伴侣 它们漂亮的白色外套保护它们免受恶劣的冬季气候的影响 需要定期梳理 9.藏鸥藏鸥是一种非常大的牲畜监护犬 常用于保护绵羊和财产免受大型食肉动物 如狼 暴汗熊的侵害 西藏以其恶劣的气候而闻名 这些狗狗拥有厚厚的保暖的双重皮毛 以帮助它们在户外活动时保持舒适 藏鸥是聪明而独立的狗 对陌生人时刻保持警惕 但并不建议新手养的